所谓的言论自由 在民进党的政策里面 仅仅是声称和对外宣称而已 在它的骨子里和内心并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 如果说真的有言论自由的话 那也是主张台独的言论自由 而没有主张统一的言论自由 我们如果简单回溯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的表现的话 这并不是它第一个恶力要抓统派的人士 我们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党内的民进党当局曾经关停了中天天的台 当然它当时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中天电视台之所以被关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中天电视台 跟它的态度理念是不一样的 中天电视台在很多问题上 给民进党当局是唱反调的 所以它把中天电视台给关掉了 所以民进党当局并没有贯彻 执行所谓的言论自由这样一个政策 我们近期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动向是 党内的民进党当局 利用它在党内立法机构的这种多数 制定和修改的党内非常多的法律 而这些法律是对主张统一的言论 是有一定的牵制的 我们看这一次 他之所以要抓捕张安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说 张安乐删了外患罪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 外患那只是外国 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 并不适用于外患罪 这是一个通过修法 然后来限制党内统一人士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而且我们也看到为了压制张安乐 他当时领导的中华统一送信党 他还修改了党内的政党法 也妄图使党内很多主张统一的团体 也受到党内所谓的法律的限制 我们接下来还要观察 目前党内的民进党当局的民营代表 还提出所谓的要制定中共代理人员法 也就是说 目前党内的民进党当局 妄图通过制定或修改一系列法律的方式 来压制党内统一的原来 对两岸关系的伤害非常之大 感谢观看